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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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HOW! 嗨! 請認知天麥各後 我們的Taylor家族 剛剛精湯兩位的小生命 今天我就帶同兩位Baby 去擺一擺我們的列祖列宗 首先我介紹第一位就是BTE Core 而另一位就是301M Baby 它們兩個都是同樣擁有34吋的身長 它們的身長是LITTLE JACKNOCK 是JackNOCK老爸的四分之三尺寸大 雖然它們的長是一樣 但是它們都有不同的地方 譬如這支BTE Core 這個面板就是用了夏威夷雙屍木 這支木板比傳統面板更硬 在聲音上的反射會更加快 它的背側板就是甲板雙屍木 而另一位301M 它的面板是用了Mahagany桃花森木 在中頻方面發揮非常出色 背側板就是甲板沙比利 它們好像急不及待想表演一下 我們馬上去片看看 看看它們吧 有些人的調整 你不曾在心裡 有些人的調整 一位2M 一位3M 3M 一位3M 一位3M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刚刚听完两位baby 大家有什么感觉呢? 我个人认为BTE Core 它真的高频很有力 而旁边这支301M表现非常平均 至于大家很有兴趣想知道它们的产地在哪里 这支BTE Core 是否在夏威尔出生 不是夏威尔 也不是 其实它是拥有南美血统 在墨西哥出生 我们有时都会叫它发名做墨仔 而另外一支301M呢 我先看看它吧 咦? USA 在美国的California 奇怪? 如果美国出生的baby 应该20年前就没有了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呢? 噢! 什么事? 咦? 为什么会这样? 噢! 发生什么事?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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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